刚刚过世的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共育有四个孩子 三个王子 一个公主 其中二儿子安德鲁王子公认 是女王最喜欢的孩子 他跟哥哥查尔斯王子 相差十二岁 他不像查尔斯王子那样 内向孤立 总是看起来闷闷不乐的样子 安德鲁则健谈而自信 是家庭活动中的活跃分子 也经常能得到父母的关注 据说父亲菲利普亲王 对自己的长子 王位继承人查尔斯 比较软弱的性格非常不满 总是想把查尔斯 培养成一个性格坚毅的男子汉 无形中给少年查尔斯 带来很大压力 因此父子两人的关系很紧张 一直到查尔斯成年也没有改变 而在安德鲁小的时候 总能及时躲掉父亲的责骂汉训斥 这是其他孩子做不到的 据说 就连一向严厉的菲利普亲王 都称安德鲁为老板 安德鲁自信活泼的个性 能让他的父母总是围着他转 可是近年来 安德鲁本人遇到的麻烦是不少 其实最大的麻烦恐怕要数 他卷入的一起性情少女爱 这起送诉 使英国王室形象严重崩塌 其实除了安德鲁本人 他的前妻 莎拉福格森 也是一个不让女王省心的佐 曾多次婚内出轨 不雅照片 被蹬在英国的大小报纸上 媒体还一度给他起了个外号 温莎的风流尼们 一头红发的莎拉福格森 出生于平民阶层 唯一跟王室有点联系的是 他的父亲曾在王室工作过 因此小时候 他也常来王室玩 跟年龄相仿的安德鲁王子也认识 戴安娜的外婆则是贵族出身 担任宫殿侍女 是王太后最要好的女友 因此小时候戴安娜 也经常来王宫玩耍 所以年龄差不多的安德鲁 戴安娜和莎拉 小时候就认识 但安德鲁和戴安娜更熟一些 甚至戴安娜的家人 曾一度以为戴安娜 会嫁给只比他大一岁的 安德鲁王子 但显然他不是戴安娜的菜 1985年 已嫁入王室的戴安娜 邀请莎拉福格森 观看英国皇家赛马会 并做了媒人 把他正式介绍给安德鲁王子 大大咧咧 性格开朗的莎拉福格森 跟同样开朗自信的安德鲁 一见钟情 两人于次年结婚 并育有两位公主 由于安德鲁王子 作为皇家海军军官 需要长期住外 耐不住寂寞的莎拉福格森 就出轨了 而且出轨还不止一个人 1992年1月 他裸露上身的日光玉照片 被狗仔队拍到 而坐在他旁边的是 他的财务顾问 虽然那个时候 莎拉福格森的被关注程度 没有戴安娜高 但这种不雅照片 被公布出来 着实让女王头疼不已 于是 则令他和安德鲁王子分居 结果 让王室更难堪的照片又在 当年8月被媒体披露出来 这张德州百万富翁 约翰布莱恩亲吻和陕西 莎拉福格森的脚趾的狗仔队 照片 一下子又登上头条新闻 据说 照片被公布出来的那天 王室成员正在休假 住在女王位于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庄园里 包裹沙拉 这就尴尬了 结果女王那天就没有下来吃早餐 但安娜王妃也在她不嫌世大 给她的一个朋友发了一条信息 写着 红发女郎有麻烦了 莎拉则迅速离开巴尔莫勒尔 带着孩子和保姆 取策50英里前往阿伯丁机场 后来 莎拉和安德鲁 在分居四年后于 1996年5月 正式宣布离婚 而她离婚后 继续打着王室的旗号做生意 拉皮条 莎拉福格森开始塑造自己独立自主的女强人形象 但她并没有周详的商业计划 也没有谨慎地战略性地建立自己的品牌 一会拍摄搞笑广告 一会代言减肥产品 一会参加脱口秀 一会宣传化妆品 她的所有商业活动只是满足了观众对她一时的好奇 让她赚了一些小钱 但随着观众好奇心殆尽 她的公司很快就捉襟献走了 2010年莎拉福格森被拍到接受一名世界新闻报卧底记者的贿赂 令她的事业女强人形象大打折扣 被曝光的一段视频显示 莎拉福格森像一名卧底记者假扮的富商 索取50万英镑介绍费 声称可帮她引荐自己的前夫安德鲁王子 能让她的生意得到十倍回报 之后还先收取了4万美元订金 当时安德鲁担任着英国 国际贸易特别代表这一职务 莎拉福格森一边叼着香烟 一边讨价还价的嘴脸全被偷拍下来 令其丑态闭露 形象彻底毁灭 这一铁证如山的丑闻 让英国王室尴尬不已 而安德鲁王子遇到的麻烦更大 关于安德鲁 已故恋同批者爱珀斯坦的友谊 以及安德鲁与弗吉尼亚女士 有关的性虐待的行为的报道 近几年来一直见诸报端 令英国王室深感不安 不过即使在闹出丑闻 安德鲁被迫放弃王室头衔后 女王仍多次单独与安德鲁外出 以示支持 在这样的情况下 被宠坏的安德鲁 落得如今的境地 似乎也就解释得通了 英国其实是个阶级固化很严重的地方 英国王室 意味着有享受不尽的资源和生育 所以尽管王室规矩繁多 壁垒森严 但很多人还是血尖了脑袋 要嫁入王室 比如凯特王妃 她妈就是在凯特小时候 笨着自己的女儿将来当皇后来培养的 当然凯特王妃也没掉链子 到目前为止 几乎没有任何负面消息 在最受欢迎的王室成员排行榜上 一直名列前茅 而像安德鲁和她前妻 沙拉福格森就属于自我要求不高 仰仗王室这张大旗 多少有点胡作非为的意思了 不仅让王室蒙羞 也让本人名誉扫地 大概也是自己的 但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